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许刚开始 我们总是不明白 为何他总会有这么多的路透呢 保持神秘度不好吗 如今越发明白 都是他的热度惹的祸 要说周深最对不起粉丝的两件事莫过于演唱会和专辑 粉丝一直在念叨这两件事 但迟迟不见踪影 好一点的是专辑虽然出声的过程有些艰难 但是也能看到周深在用心的制作 演唱会却没有一点风声 虽说受疫情的影响 线上演唱会成为很多歌手的首选 很明显周深近期也没有这个打算 就在不少粉丝难过的时候 一张张照片悄悄在网上流传开来一起看夏日歌会 演唱着周深 就这样 很多朋友抱住半信半疑的态度 在抖音开启了扫码工作 谁知道扫了半天扫不出来 打字搜寻这个活动 没有结果 又跑到其他平台询问情况 就这样摆弄了半天 才预约上了周深的线上演唱会 相信很多网友都是通过别人分享的二维码才知道了这个活动 没有任何官方出来认领 周深级工作室也没有任何宣发工作 就算是这样 预约成功的粉丝都觉得很高兴 整个米刚热闹非凡 直到今天 各种官方消息才扑面而来 越来越多的听众知道了周深要举办线上演唱会的消息 但是没有人能想到会有这么多人在关注注周深的线上演唱会 不到一天的时间 预约人数已经突破100万了 粉丝心里既高兴又难过 他们未有这么多人喜欢听周深唱歌而开心 同时也为自己抢不到线下演唱会的门票而难过 不管能不能抢到门票 现在有一场免费的线上演唱会能看 就是最大的安慰 时间倒流回两年前 还记得晚安 明天见的线上演唱会吗 那是周深独立门户之后的第一场演唱会 有70多万人预约了那场演唱会 时间兜兜转转来到今天 还是周深的演唱会 但是只用了不到一天的时间 已经突破当时的预约人数 而且人数还在蹭蹭上涨中呢 当时不少人纷纷预测说 这应该是周深最火的时候 谁能想到两年后 周深依然还活跃在观众面前 而且越来越红火 看住他如今如何的风光无限 邀约歌曲与综艺不断 国民好感不断提升 那都是本该属于他的东西而已 幕后的艰辛只有他自己知道 不管过程如何艰难 好在一切都挺过来了 未来的日子我们一起走 接下来就搬好小板凳坐等8月6日晚8点抖音的线上演唱会吧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